我是福王府的寿贝勒 寿贝勒 寿贝勒 寿贝勒早就封了王了 你像吗你 我想你倒像个革命党 来呀 把他押回衙门 打入大牢 再不改口的话 打出他肠子来 锁了 住手 王爷 住手不能锁 不能锁 不能锁呀 奴才参见王爷 参见王爷 奴才们护驾来迟 罪该万死 王爷 他真是王爷 你瞎眼了 他不是谁是 王爷开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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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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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们天罗地网 回家 王爷 你买点铁链的上给围城吧 王爷 王爷 折腾够了吧 家里搁不下你了 还闹到街上去 明儿个全北京城啊 就不说别的了 光看你的笑话了 跑起根来 你离家出走 为的什么呀 为了那东阳妞啊 瞧咱们这点出息 爱情是神圣的 是伟大的 妈也从年轻上过过 什么不懂啊 去了穿红的 还有挂绿的 你就拿得准 那东阳妞 还啥等着你呢 说不定 早就跟人拜了堂了 等到了东阳 跟你一翻两瞪眼 你还不得跳了海去 没那事 我们俩说好了 海枯石烂 地老天荒 他也等着我 我怎么听着 全像是戏词啊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先发个电文 让驻东京的留学监督 先替你看看去 要是花子还守着你呢 再说 要是他已经出了阁 那咱们就当没这么回事 我自个儿去 就能把他带回来 你自个儿去 儿子 如今圣旨下了 你是王爷了 有弦 有品 有差事 大清的家法 亲贵不奉旨 擅自出京四十里 那就是斩罪啊 到那会儿 谁都护不住你了 还有这么一说呢 你当谁跟你闹着玩呢 皇上家的事 天上一角 地下一角 他能赏你个三眼花铃 宝石顶子 他也能赏你个满门抄斩 儿子 这玩笑咱可开不起 那刘学监督那儿 他办事不办事啊 你先别生着 这事啊 得私事私办 总上咱们府上 那个万汉礼 他就能办 他 刘学监督的手下 有他的童年呢 您怎么不早说呀 听妈的 先回你洞房去吧 别让人家孩子 再白瞪你一宿了 不行 我得得了花子的消息 再说 您找谁 大嫂认不出我了 王爷 万大哥在家吗 在 在 他一直念叨着你的 他准事把我骂了个不土糊 骂我哥呕洞宾分不清好来人 该骂 王爷 您这说的哪儿的话 他光是说 大清中兴得靠王爷 只可惜 他是没着福气伺候王爷了 谁说的 我们是把兄弟 那我 把兄弟 臭狗屁 万某从不想高攀 这也不是王爷来的地方 威臣只好恭送王爷 来来来 老万 你计较我了 威臣万万不敢 那你干吗还那么小心眼啊 你别跟我学 我这狗脾气 出了名了 谁让阿玛千请地里一根苗 就我一个呢 打小就惯坏了 不会说客气话 说也是横着出来 你念书多 又长我几岁 老大哥别往心去 王爷言重了 来 来 喂啊 我这回 又舔着脸求你来了 王爷有所差遣尽管吩咐 为臣敢不从 这事儿你知我知 连嫂夫人都得瞒着 我们家那位更不用提了 是什么机密大师 我也拉下脸来了 东京留学监督里头 你有熟人啊 有一位两榜童年 还是同乡 交情怎么样 过得着过不着 都是多年的交情 那你求他个事儿呢 只要你所能及 那你让他帮我打听个人 看这个人现在什么情况 是带子归忠呢 还是有什么动静 王爷所言 仿佛是个女人 废话 哪让我还打听什么劲啊 哪 哪 就是他 警察厅寻官 咱跟他说不上话啊 他要见我干嘛呀 回王妃 他这不是求的老臣了吗 王妃就赏老臣一个面子吧 我说可以公爷 往后你少勾揽这事儿行不行啊 不管 王妃那儿 你说不上话 那得看谁说了 可我听说 王爷还在书房住着呢 这么大的王府 前厅后院子的 全都是他的 他想住哪住哪啊 皇上管不着你管 我是下操心 顾奶奶 他呀 整天这操操的想回这院 我就没吐口 你猜为什么 您就该 旧坡下旅啊 我想叫他一板 先前我是儿媳妇 凑合了 如今他可是王爷 要住也得住正殿呢 迎安殿 要不把那儿腾出来休想 六福晋答应了 婆婆还不是听我们的 这倒是正理 赵姓关那事儿 福晋帮是不帮他呀 这还是个事儿啊 信儿 信儿 帖子呢 这儿 拿这帖子 带着外头那人 一块儿 送到王爷那儿去 可王爷 别磨蹭了 快去快回 我还等着你烧烟泡呢 好 快 快走快走 别一趟一趟往这儿跑 告诉你们姑奶奶 跑也没用 姑奶奶让王爷见个人 要见我的人多了 我见得过来吗 一概挡架 可这个人是给王爷请罪来的 请罪啊 啊 请什么罪啊 王爷 京师内城警察庭二等于寻官 赵玉林 靠见王爷 死罪啊 死罪啊 别别别别 你抬起头来 你找我 我也管不着你那段啊 臣本来只是个小小的八品官 只配给各家宅门 看家护院 够不上跟王爷说话 可臣那天 多喝了几杯猫尿 外家倒霉催的 有眼不识泰山 得罪了王爷 你就是那巡街的 正是微臣 你怎么把自个儿给锁起来了 微臣自知罪在不赦 就自个儿上了王法 要打要骂 请王爷您 您随便招呼我 你 你可真会逗闷子 这哪儿跟哪儿啊 我怎么一定哪儿都不记得了 就就那天夜里 王爷骑着马 对了 你还穿着洋服呢 你真是喝多了 根本没这么当的事 走吧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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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不肯见谅的话 赵猫回去 这没法跟上头交代呀王爷 走吧走吧 王爷还忙着呢 不是 这王爷 走吧 王爷 快走吧 你好歹给微臣句话啊 王爷 你不原谅我微臣睡不着啊 王爷压根不认这账 你还不认便宜呀 走吧 没事了 那 那我这王府呢 怎么锁上呢 怎么给摘下来 您说了算吗 你就当这是王爷的意思 真没事啊 您就回宫降吉祥吧 太好了 真是大人有大意啊 姐姐 烦您跟王爷回一句 今后王府要是丢个针头现脑子 您就找老赵 没说的 谢谢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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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姓儿 王爷 那人呢 你怎么给放走了 那不是王爷的意思吗 我连句话还没说呢 你自作主张啊 陈姓错了 奴才赶紧把他给追回来 算了 走了就不追了 不追了 这面子伤你了 他应该好好谢谢你 王爷 我可是头回见你个笑模样 这 好 好 哪好啊 哪都好啊 您哪天下无双 天下无双 跟没说一样 余老板 您先歇歇 您辛苦辛苦 谢谢 说吧 少公爷 什么事 我还能有什么事啊 请您出山 邀您出戏 你府上 我 你们老爷子有差事了 恭喜啊 不是他 跟他差不多 我们姑爷家 刚袭的寿王爷 哪来的寿王爷 您忘了 前学日子您去过 还唱过金钱报呢 好 那不是福王府吗 对对对 福王府那天办事 娶的就是我们家姑奶奶 老王爷没了 我们姑爷 习了王爵了 习了王爵 习了王爵 不得大庆啊 大昼非您莫属 您看看 您露哪出 是法子都还是状元印 要不双出 这台下的人要知道了 准得炸了窝呀 老三 你这什么茶呀 你要害我呀 您 您 您不是要喝这叶子吗 这茶呀呼嗓子 明儿上台一张嘴没声了 还不得落个满堂倒好啊 我给老板换了去 来 请 明儿大人 明儿大人请 请儿后 你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里边请 好 几位人家都在了 宝将军 宝将军 真是不敢惊动您的护驾呀 王爷替至尊贵 我能不来吗 小九啊 你现在是攀上高枝啊 没有没有 宝大人 是我们姑奶奶的命好 你现在是揪着龙尾巴上天了 宝大人 借您的吉言 王爷呢 我得给王爷磕个头啊 别别别 宝大人 这是今天的戏 我把这京城的明角 还有那朝廷供奉 全都给您一网打尽了 这是戏码 你再斟着斟着 我又不懂戏 你看着定 是 戏价的银子 别亏待了人家 你上账房领去 王爷圣明 还有事儿吗 真有那不识抬举的 这鱼子龙那儿我是亲自去了 他倒端起来了死活不伺候 鱼子龙 谁啊 您怎么把他忘了 京城的武生太斗 李元寒头把金交椅 文币宗谈谈心培 武币学鱼就是他呀 您成亲那天不是看了他的金钱报了吗 是他吗 不错呀 可是他说死了也不来 不知道跟您有什么过不去的 他跟我过不去 我压根就没跟他照过面 谁也不认得谁呀 王爷 王爷 这回您可得自己献献金身了 贵客到了 什么贵客 袁世凯 袁公报 大军机 袁世凯 他架子大 一般的可不应酬 这回呀 他可是自己亲自来了 这 这多大的面子 他还敢露头 什么东西 要不是他卖了大型皇帝 大清国还不这么窝囊呢 他还敢人物人流 跑到我这儿要舞扬威来 告诉他 我这儿没他的座 王爷 人敬咱一尺 咱敬着一战 是啊 他在军机上说一句算一句 现在他还奸着七八个要紧的差事呢 贤迅 别人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 我就是不巴结他 看他有什么招使去呀 给我轰出去 这 还愣着干什么 还要我自个儿去轰他呀 好 我去 我这就去 我去 好 恭喜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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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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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弧进口玉 赏台上三十两银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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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赏五十两 送福进省台上五十两 借福进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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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的都是电马 正找人翻哪 那就麻烦大哥盯着他们赶紧翻 翻完赶紧给我送回来 委屈您别听戏了 下回我专程给您补上 好 王爷笑谈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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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赏一百两 好 王爷口语 赏人一百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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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汉林 有事找我 微臣拜见六福进 此事体大 臣不能对外人言 又不敢擅自做主 只好求见福进 请您过目 这是什么 东京的电报 什么 花子 电报上说 花子还在等着王爷 王爷 也在等着这封电报 王爷知道了吗 一旦王爷知道 只怕从此多事了 可这件事也不能总瞒着他吧 刚才他还催问过呢 得让他断了这念想 得让他死心 这份电报 不能给他看 福晋果然是金国须眉女丈夫 好 臣另外准备了一封 福晋以为如何 怎么写的 就说花子已经死了 肠痛不如短痛 快刀方能斩乱麻呀 好 微臣难免会不仁不义了 没关系 我替你兜着 这事就这么办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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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ね 好 好 解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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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地方 不许出声 你是寿郡王寿元吗 是我啊 你是谁啊 下跪接旨 奴才在 奉皇上御旨 简在地心 即日起 在禁卫军统领上学习行走 亲此 禁卫军统领 是啊 统领禁卫军 皇上可是把身家姓名 全都交给你了 皇上弄错了吧 胡说 该打 大人 我从来没带过兵啊 你在东阳学的是什么呀 不就是兵书战法吗 可我还没毕业呢 我连个军曹副班长都没干过 就是个大头兵 你是尽职清贵 皇上放心 摄政王放心 不行 我干不了 我怕无事 大人 麻烦您跟摄政王说说 替我辞了吧 国家多事之秋 朝廷用人之计 你与君王修气与共 难道还能推三祖四的吗 你还要摄政王亲自出马 当面训斥吗 我 我不是客气 我知道我吃今碗干饭 我这么年轻 平地起高楼 别人也不服啊 明天天亮 我保你全都服了气 因为你建了盖世之功 立出全奸 全奸 谁啊 明天武庚 你带领禁卫军的精锐 把这个人给我拿下 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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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凯 为大型皇帝血恨 为大清除奸 你 敢不敢 少元就盼着这天哪 奴才肝脑涂地 赴汤蹈火都干 王爷 王爷 去哪儿了 怎么才回来 唱戏的都散了 听戏的也都走了 散就散了吧 好戏在后头那儿 您知道 刚才把他叫去的人 是摄政王路上的 阿成 那儿又要生了 慢点啊 你这 忙了一天了 您怎么还没歇着呀 你不歇 额娘也歇不踏实 上房已经给你腾出来了 那是王爷的正宫 你福晋 他也搬过去了 没什么可说的了吧 你今儿晚上 该归位了 额娘 您还有新鲜的吗 你还要什么新鲜 娶个媳妇当摆设 还有比这更新鲜的吗 人家娘家爹已经知道了 妈一再压着 明儿个 这闹到摄政王那儿去 你可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一张嘴画个鼻子 摄政王跟前他算老几啊 你别看他丢官罢职 朝里有人 袁大军机已经答应他了 给他官复原职 好路子 您哪 让他回家睡个好觉 明儿起个大早 赶紧着去找他那个袁大军机 看他姓袁大说什么 过了这庙可就没这神了 就是有这神 他也没这魂了 你甭管人家 你今儿个怎么说啊 你也甭管我 我今儿夜里不睡了 今儿个又不是大年三十 你敢熬个什么劲啊 甭看您是我额娘 但是啊 我也不能跟您说 这事大了 上不传父母 下不传妻儿 得了 你别装神弄滚了 您怎么不问问 我刚才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 袁世凯 小喇叭吹了 他今儿个不是还来道喜来了吗 那婶子还没出手 姑娘 傻 行了 您别紧张了 您赶紧歇着去吧 你歇着吧 我不信 不信 您就等着瞧吧 这王爷亲口说的 我听得真真呢 别到头来 您打不着狐狸还弄一身骚 快回府 走 府尽 给您宽衣吧 我不睡 看谁熬得过谁 我找袁公保 袁大人 袁大人睡了 那也得把他叫起来 你告诉他 我叫奎老九 我们在一块儿一起搅合一颗拳的 快去呀 干什么干什么 我们王爷睡了 你们懂不懂规矩 有话明儿可再说 我们是建卫军的 定的就是这功夫 我不管你们什么军 就是抄家 你们也得等到天亮 王爷是我们的上司 没听说过 我们王爷他 什么 几位军左英左哨 奉命听王爷差遣 带马 是 带马 小小转 出发 王爷带鼻鼓了 你怎么还没睡觉啊 你怎么还没睡觉啊 我这等着伺候阿玛呢 您这是刚给袁世凯通风报信去了 你找死啊 你要憋死我啊你啊 就你压定这一保 那就等于把兽元给害苦了 你不说 但是这个屁 给我团团围住 一个仓人都不要给我放出来 王爷这是军机元代人的事啊 抓的就是他 本王奉旨拿贼 你 开门 开门开门开门 开门 快开门 把门打开 把门给我转开 上 拿人 是 快快 快点 王爷您这是 是 别让袁世凯跑了 袁公宝走了 半夜里全家都走了 还是我送他们上的火车呢 你放走的 他留了封信 让我交给你 窝囊 真窝囊 好 出师不利呀 我算个什么东西 大哥 来 喝酒 煮熟的鸭子 放着他飞了 袁世凯 我给他放跑了 我愧对德宗先帝 我该打 该打 该打 袁世凯的折子递上去了 他说是脚疼难忍 请求开缺 率领全家回击养病去了 老家在哪儿 河南张德府闻尚村呢 王爷去哪儿 我去他老家 给他抓回来 不必了 摄政王已经准了他的折子 放他走了 不杀了 有人保了他 他的官缺全丢了 丧家之权 羽翼尽尸 今生今世 他也只能躲在老家 苟延残喘 生不如死 便宜他了 便宜他了 太便宜他了 臣倒是给王爷带来了两个消息 一则以喜 一则以忧 不知王爷想先听哪个 狮子多了不咬 债多了不愁 先说优的 是不是 禁卫军不让我干了 正好 不 摄政王明发了圣旨 王爷属领禁卫军统领 即日正式就任 这儿喜的呀 那优的呢 臣不忍说呀 东京来的 这是假的 假的 这 这 这是刘学监督发来的 臣的朋友亲眼看着他发的 怎么会说是假的呢 那电报局就不会发错了吗 花子年轻轻的 无病无灾 怎么说病就病 说死就死了 天有不测风云 也许他是染上十疾 要十无灵了吗 不 花子是惦记我 是熠熠成绩的 对对对 对对对 哀莫大于心死了 花子 我手缘对不住你 不是我不想你 我也不是贪为恋战 我是身不有趣呀 大哥 你拍着良心说说 我想不想的 我想不想的 一往情深 赶天动地呀 不行 我得去东京 我得去给他奔丧 拜拜 拜拜 殿报上说了 他已经入土为安了 那也得给他去姑姑坟了 王爷冷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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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廷刚刚下旨 精卫军等您统领 您一走了之 就是临阵脱逃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枉然 王爷 节哀圣变吧 阿娘 你是怎么来了 他哭得多伤心哪 我惊喜劝劝他吧 他是想起他阿玛来了 就让他哭个痛快吧 想不到咱这位王爷 还是个大孝子呢 他不光是个孝子 还准是个好丈夫 你放心吧 你先回去歇着吧 回去吧 回去 阿娘 那您费心了 放心吧 有我呢 回去吧 回去吧 你别拦着我 我要一醉方休 华子 亲爱的 哥哥给你敬酒 我全路上 你要走好 哥哥 这也喝 喝 你是没有见过这个姑娘 我住着他们家的房子 我住着他们家的房子 屋子不大 舒服 太舒服了 世雅何须大 花香不再多 说得好 太好了 好花一朵 足了 温柔啊 可爱 她那双眼睛 像亮坛在水 深不见底啊 我 在日本的那帮同学 多少人都惦记她 全是日本人 可她呢 偏偏就喜欢我这大清的人 凡夫俗子 谁能比得了王爷啊 不 我那时候还不是王爷 就是个士官生 和他们一样 可是我呢 我是凭本事 凭我的真情实义 是是是是是是 老板 你和你的太太 不是四顶中身吧 我和剑内是父母之命 没劲 真没劲 那花钱月下 你没这个福气 你真没出去 好老婆 得自个儿找 是是 得自个儿找 你惯了她多少啊 这才恰到好处 是 女神 女神 除了是你的人 还能有谁呀 是你吗 你来了 真是你 快点让我瞅瞅你 别 别 别脸灯 求你了 人家害羞吗 好好好 听你的 听你的 她们说你病死了 我压根就不相信 我也不信呢 这谁呀 这么挣我 烂他的舌根子 真好 咱们到底在一起了 亲爱的 你要不老耗着肾着 早就饿一块了 我错了 我向你赔不是 亲爱的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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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